我们深圳女孩都是搞钱自己买房的好吧 对吗 我发小的姐姐最近留学回来啊 然后在平山的某大厂工作 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结不结婚无所谓啊 但首先呢要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来姐妹看看你的96品 三房两厅两位 今天这个户型位于整栋楼的朝南 端头位 卧室集中在一侧 动静分区合理 使用率也很高 进门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玄关柜 真的太实用了 手势盒 然后你的车钥匙 还有我们夏天出门 一不可少的就是伞 还有包包都可以放在这里 出来就是一个6.3米近身的客餐厅 一体化的设计空间感很足 再来到这个大阳台 如果有老公了和他一起来杯小酒 在这里享受你们二人的粉红泡泡时光 过来呢是一个U型的厨房 这个尺度是100多瓶的厨房才会有的 和你的姐妹过来一起烘焙 完全不会挤 接下来呢我们到卧室的空间去看一下 那这边是宫位 这两边呢分别是两个次卧 次卧 比你以后老公住吧好不好 然后主卧当然是你和闺蜜住了 85平的大面宽空间 270度的转角脱窗 这个尺度很阔绰 那这个飘窗呢也很适合姐妹们一起聊八卦什么 会给各种男生起外号 什么金牛男巨蟹男啊 185啊 武汉仔 就是各种通过地方星座身高外貌 各种起外号 你们不给女生起外号吗 我们男生很正经 好了房子看完了 其实现在啊 深圳能够独立买房的女生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而且呢这套房是深夜的大品牌 今年买了之后呢 明年就能住 整体金装也很扛打 品质感是非常不错的 算是同片区的扛把子了 去中心区也很近 住在这里交通便利 年底14号线开通之后呢 到港下北也就20分钟左右 后面呢就是马鸾山公园 平时运动啊 或者是坐瑜伽 都可以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 那旁边还有高中园和医院 所以买下这套房子 其实是可以一步到位 你觉得呢